明晨天还没亮桃园机场人员忙进忙说 可以看见华航最新客机CI-074停在机场内 没多久机上一箱箱的货物陆续卸货 这些全都是最新的疫苗 热乎乎才刚抵达台湾 这批AD疫苗是向COVAX订购 总共19万9200剂 在上午5点23分顺利抵达桃园机场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也在3号晚间召开记者会 表示台湾总共获配102万剂的AZ疫苗 陆续也将会依序配送来台 那么第一时间这些疫苗等到完成通关程序后 会立刻运送到指定的冷除物流中心 等待相关人员到场进行后续检验封间作业 之后送往各医疗单位实施接种 不过这批疫苗的效期相对第一批还比较短 因此除了6号扩大接种对象 让所有医护人员都能施打 也将会缩短观察期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接种